Rovie Way被推翻了有什么好处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女权人士会跟保守派合作 你有没有想过 支持堕胎的这些女人 物化自己以为自己在享受心爱 但是其实在摧谈自己的人格 跟自己的人性的人 会主动要求自己心灵升华 成为一个尊重自己身体的神的形象 很难想象对不对 Rovie Way被推翻之后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在德州达拉斯的画面 这大概就是其中一个Rovie Way被推翻的坏处 就是一群妖魔鬼怪 又胖又丑又不自知的 在大街上肆无忌惮的 做出这样子猥亵的行为 但是为了拯救婴儿的生命 就算有这样子的画面也是值得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 女人把她们的身体当作是一个武器 只是不知道这个武器能做到什么 或者是她们想要做什么 也不确定她们要达到什么东西 除了她们自己的人格 还有我的食欲 但是同样是女权人士 很多支持堕胎的人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与其跑到大街上把自己当成一只母狗 在众人面前做出各式各样恶心的举动 这些女人决定要使用一个禁欲的抗争 她们说在推翻最高法院废除联邦堕胎权之前 她们要禁止随意的性爱 就是如果没有推翻的话 可能就永远不要随便和陌生的男人发生性行为 来惩罚那些没有支持堕胎权的男人 虽然我不知道那些男人做错了什么事 但是我还蛮确定那些男人应该 很感谢没有那些妖魔鬼怪在自己身边 以下是一个抖音的影片 一位杀婴儿的支持者叙述要怎么样报复男人 来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 首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前卫的想法 如果我们不跟男人做爱的话 没有我是认真的 不要跟男人做爱 你光这一段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烂性 因为不能随便跟男人做爱 变成了一个你需要断句 而且加强语气的一段 她上面说 拒绝跟叽叽发生性行为 对她来说 性爱就是两个性器官动来动去 跟谁不重要 无名 无性 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 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些打算禁欲来抗争的女人 报道上面说 纽约支持堕胎的抗议者 星期六支持禁止性爱的抗争 当Apsenesis 中文是节制 这个字在推特开始串流 因为最高法院决定推翻Rovie Wade的判决 还有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就算可以重新打开输金管 但是也没有结扎 而且你没有跟我们一起上街 为了我的权利 我们的权利而战斗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跟我做爱 这句话是由一位24岁的Briana Campbell说的 报道上另外一名女性 在推特上面写道 美国女性们一起发誓吧 因为最高法院推翻的Rovie Wade 我们不能再接受 不必要的怀孕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拒绝跟任何男人做爱 包括自己的丈夫 除非我们试着要怀孕 还有 我住纽约 最高法院让我超级生气的 我想找到一群人一起策划一场 禁止做爱的行动 这是我们的力量 一位女性愤怒的发言 女人的力量就在这里 禁止做爱到 堕胎成为联邦法律的那一天 还有人说 或许禁止做爱 或者是节制行动 会让所有男人一起来支持 这一系列的女权议题 我必须在这边说 身为一个男人 你决定要禁止滥性 为了要重新尊重生命 不但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是 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价值观 这感觉就像 你上飞机的时候 他说先生你不好意思 我们帮你画错位了 所以说 我们帮你升级到了头等舱 你坐下来之后 在嘔吐袋里面还找到100块钱 这简直就是一个 喜上加喜 得胜又得胜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在抖音上面 他们的计划更棒 这是来自insider的报道 上面说 有些女人说 她们拒绝约炮的行为 如果她们没有堕胎的权利的话 因为她们听说 最高法院坚持要推翻Rovie Way 一位抖音的使用者叫做 Monkey Moe Vask 的影片上面 单天就疯传了120几万次 上面写到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却不在乎Rovie Way 你要知道一点 如果堕胎被禁止了 约炮文化就彻底的被摧毁了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了 上面写着 哪个女人会随便跟一个 低于标准的罪汉做爱 如果她们可能会成为 小孩的父亲的话 那个上面有 成千上万的女人 同意而且负义 说她们也有同样的想法 而且说她们不会再去碰那些 又肮脏又恶心 又不负责任的男人 还有人说 我正在删除我手机上所有的约炮神器 删除那些只想跟我做爱的渣男 另一个抖音的用户发影片 上面说 75%的男人只在乎性爱跟钱 我希望她们知道 Rovie Way这个判决 绝对会摧毁约炮文化 而且会让她们负责18年的赡养费 男人们听好 这并不只是一个女人的议题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堕胎议题的 观点的转化 大家开始不再假装 堕胎只是一个控制生育的方式 在Rovie Way被推翻之前 每个人都假装说 这只是一个避免怀孕的方法 这只是一个避孕的模式 现在他们承认 这个并不是一个避孕的方式 而是一个生活的模式 因为一直以来避孕的观点 一直都是要把性爱 跟性爱后的责任来分开 这是一直以来 左派形容堕胎的方式 也是左派一直以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性爱当成是一个 无所谓 纯粹动词 没有任何意义的享乐活动 他们想要把性爱中所有的意义都去除 任何什么男女结合 真爱 结婚生子 家庭 责任 全部都剃掉 他们要的就是 结合 但是不用结合 合一 但是不用合一 承诺 但是不用承诺 最主要他们是要把 生命从性爱中挪去 问题就是 性爱的本质 就是爱 婚姻 家庭 责任 还有生命 就算是被左派掌控的好莱坞拍的电影 那个Natalie Portman 演的No String Attached 中文叫做 泛泛之交 或是 Justin Timberlake 演的 Friend with Benefit 中文叫做 好友万万税 都可以告诉我们 没有人可以做到 无脑 无目的 无嫉妒心的性爱 而且当天先举着 如果真的遇到那种 纯粹只要性 不要爱 纯粹只是性行为 然后 无脑 无目的 没有嫉妒心的男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他们遇到了渣男 烂男人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女人会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甚至有时候会把那样子的男人告到法庭上 因为 当性爱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 只是 纯粹 身体上面的发泄 只会让人觉得 更困惑 更难过 更孤单 更认为自己在受伤害 更认为自己被男人玩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 约炮文化 但是 就算这个约炮文化 没办法带给任何人快乐 让更多的人孤单 难过 不管怎么样 这个扭曲的文化 还是有一个最后的防线 叫做 堕胎 堕胎成了人可以 拒绝面对自己的错误的决定 而且 重来 重新 重生的一个机制 就算在这个机制里面 就是一堆 孤单 难过 扭曲的一群人 但是 他们这群人觉得自己 很骄傲 很自由 他们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子 漫无目的 然后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虽然身为人 但是 活的却跟动物一样 因为虽然身为人 但是活的却跟动物一样 甚至比动物还要差 因为动物还会生育 而且不会主动 这么想要杀死自己的小孩 这个机制 现在被破坏了 性爱开始有责任了 有生命了 很多支持杀小孩的这些人决定 我们就 彻底的离开这个 不用负责的性爱机制吧 这个约炮文化吧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折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就算他们离开的意念不是正确的 或许他们离开了约炮文化之后就会发现 他们是有尊严的 他们不是一个性爱的机器 他们不是一堆只为了做爱而生存的动物 或许他们会发现 尊重自己的身体才会得到尊重 或许他们会发现 约炮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极大错误 而且了解到性爱的本质的尊贵 神圣跟生命 一个可以跟另一半共同组织 而且同心协力 创造生活的家庭 或许他们可以发现到 真爱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真爱是可贵的 婚姻是美妙的 家庭是和谐的 人生是可以美满 而且有目的性的 他们在爱里 可以不用害怕 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可以接受自己的丈夫的爱 也可以把自己的爱给他们的丈夫 到了那个时候 当他们看到性爱创造出来的生命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把那个生命看成是 性爱的后果 而是一个祝福 一个神给的礼物 还有福奇爱的结晶 透过接受自己跟自己的另一半 还有接受生命的礼物 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这一切都是在约炮文化里面找不到的 或许这就是推翻Rovie Way 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 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 仲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造物组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代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教会 地址是 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到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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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